北边的河内 那胡志明市应该讲说 在南部这边平阳省这一带的问题是最严重的 那胡志明市到底飞机机位够不够 要大家跑到河内去搭吗 太可怕了吗 不太可能吗 所以我们现在来欢迎 现在加入我们讨论行列的 越南台商联合总会的会长刘美德刘女士 会长好 你好 那会长今天刚还有最新一些消息进来说 路透社报导现在目前大概知道有21个人死亡 里头有5位的是这个越南人 有16位的华人 我不知道我们很担忧 台商刚才能听到说有的是受伤状况不好的 不知道这方面的伤亡的讯息怎么样 我想现在各种消息是非常的混乱 各种消息都有 可是我所知道的 这个16个华人死亡这个事情可能不是很正确 是有死亡 可是那都是中国人 然后数量没有那么多 这是在合进部分 在南部没有人有这种状况 在南部的话目前是轻伤的应该是会有 因为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之下 你说他们没有人受伤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了 可是越南至少 因为我早上才跟 因为同奈也是另外一个省份 也是受到损害的地方 我才跟我们那个检会长通过电话 他说至少越南人对台商的部分 他们还算是有财产上损失了 可是在人员的伤亡的部分 真的就是很轻很轻 那有些就是完全不像就是中国大陆人这样子的伤亡 这一点我想要让大家了解一下 至少越南人对台湾人还是存着一个友善的那种态度 而且其实讲真的这次在逃亡的 就是也不算 其实不能讲逃亡 这是完全不能 我不能用这个名词了 就是大家 有些人可能就是心里害怕 所以就很希望离开 可是在离开的过程 在那么混乱场面之下 也是有很多越南人协助他们离开那个地方 从比如说从他们所在的地方到机场 也是有很多的那个越南人协助他们 比如说载他们 或者是带着他们去那个机场 所以我们也不能否认说 今天越南人不能一杆子打翻一船的人 说越南人都对台湾人不好 这实在是持余之秧了 这是这次的事情 我们所了解 可能就是一些有组织的一些 可能有可能是反政府的 一些的行动 那牵扯到这样 那这次的状况实在是 出乎大家意料之外 我相信越南政府 他自己本身也出乎意料之外 才会这么有这种失控的场面 好那会长 就台商的传回来讯息 有感受到越南政府 在积极处理这个事情了吗 其实受 这是我们南部了 损害最大的是一个平阳省 一个同南省 他们两个省政府 其实都还蛮积极的在协助 这个事情 包括从昨天到今天 他们都一直在跟我们商会的在开会 在做保证 然后在做一些散后的处理的措施 这点他们都有在很尽心尽力了 然后在对就是繁范 因为他们现在这些人 还没有完全平息了 还是有到处去流传 像昨天晚上就到我公司去了 这样 可是他们政府因为有那次平阳的经验 他们就有知道该怎么去处理 事实上我们台商那天也会发生那么严重的 也是因为我们没有想到 情况会这么严重 之前大家有罢工的状况 可是那个罢工状很快就解决了 大家只是劳资的问题而已 也没有发生到这种暴动的状况 所以大家也没有准备 我们自己没有准备 越南政府也没有准备 才会发生那么严重的状况 现在大家都心里准备了 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做了 所以我相信这个状况应该会比较好 所以我们南部现在目前的状况 算是稳定下来 有人说状况是 状况是往北边去蔓延的 现在我就在担心中部跟北部的状况 因为北部的中国人会比较多 尤其是就是河靖那边 太多那个中国人 那中国人基本上 他们也不愿意被欺负 所以就会比较跟越南起来对抗 那就会引起像昨天那种状况 就是刚才说的那种 就是双方都有伤亡的那种状况出现 对 那现在讲礼拜天5月18号 还要大游行 现在正在努力 请他们政府取消之中 那取消有用吗 刚刚说早上的咨询说越南政府 因为保证这个申请已经取消了 那取消代表大家都不会上街吗 可是如果取消的话 其实越南政府他们对这一方面 之前的时候示威是有有申请的 之前这次是有申请的 之前之前的示威他们是他们许可的 那这次他们既然已经就是不准的话 至少那个范围不会这么大了 不会那么串联性这么全国性的这么大了 至少我相信有些人不听政府的还是会有 可是至少不会形成太大规模的那种行为 是好 所以这个到底接下来518的压力大不大 我不知道什么省委员 那既然前面的处理 大家觉得慢 所以在地线台商绝对觉得慢 台商家属觉得一定也是很慢 那现在还恐怕一个518的不动变数在那里 那接下来政府要怎么努力 就台商的观点 当然再快也是慢 但是我觉得马团队 不管是对内也好对外也好 本来就是慢 或者跟不周延不彻底 但是马团队另外有一个特点 因为这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会慢 而且又做不来 而且会说再等等看 因为他怕做过头人家也骂 但是如果第二次有类似的事情发生的话 我保证他一定快 不要再有第二次了 就像我们有风灾有水灾 你看风灾水灾的救援 第一次不好 那第二次风还没来 那个兵那个陆军都已经在现场了 他第二次就会做过头 那我对马团队的建议是这样 我觉得你一定要快 然后是不是要刚好做的恰当 我认为做过头没有关系 比如说你拍一部飞机去 只做了一半步 然后一半的空位置回来 人家会笑你会不会骂你 会 你这个估计错误你看浪费了一半的位置 但是没有关系 我觉得就坐过头绝对没有问题 我觉得你如果华航跟那个长龙不够 我觉得为什么跑到德国大使馆就有座位呢 所以我认为第三国的飞机也没有关系 那也不一定说一撤就要撤回台北 我觉得撤到第三地也没有关系 我觉得大家怕只要离开那个地方 到第三地到香港到什么地方 我觉得也不妨 我觉得我们的驻外单位就不习惯这种情况 而且他们没有什么压力 他们不晓得说我今天做得不好 我明天立法院就糟糕了 没有压力 所以是做得当然不够不够满意 但是我有问题要请教我们的这个台商的代表 就是说你说这个估计也许是错误 但是死了21个人 其中16个人是华人 看起来好像是没有我们台湾人 如果有的话那不得了 我们现在大概就要讨论了 那这个很厉害 就是说报名显然知道 谁是中国人谁是台湾人 当然知道 那现在问题说 你现在有汉字的他就进去 我现在要请教那个Helen 就是说因为越南的这个教科书 是写一个中国 那我们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但是我要请教你就是说 在地的里面所接触的越南人 应该晓得不一样吧 那不一样他又进去烧了进去抢了 他是明知故犯嘛 对不对 因为既然起了游行 那有机会这样搞一下 当然不放弃这个机会 所以我觉得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此后你不能保证没有类似的事情 因为南海的争议还没有完 那台上如何区隔说 我不是你们讨厌的华人 我是另外一种的华人 我觉得这个是有点技术上的问题 好 我先补充再让海伦清头的回答 因为外交部说了马上印了 我是台湾人 我来自台湾的贴纸 要给台上面好好贴住 海伦清头好 这样讲有吗 对 不好 因为越南人根本看不懂中文字 然后音乐文 我是台湾人用越文写 可是因为现在只要你有那个样子 是中国人 华人的话 就会被排挤 是分得出来吗 对越南人 分不出来 大陆人跟台湾人根本 越南人分不出来 可是像刚刚沈大老家 沈大老家们说的话我也补充一下 因为现在越南的通货膨胀非常的严重 大家的生活真的很紧张 然后所以我觉得人民借由这个事情 暴动这个事情来放松自己的心情 有一点点那个意味 还是对政府也不满 对越南政府有不满吗 应该是说越南 越南同胞对政府没有什么意见 他们好像是也不太敢 因为真的很怕政府 可是他们很爱他们的民主英雄 所以看刚刚大家有看到街上 也有拜湖泊 我们都会叫湖泊 我们叫湖泊 对对 叫湖泊 胡志明的湖 所以他们到现在都还很爱 他们的民国英雄 在很多街道上也都是用 诚信道啊 履赖那种 都是民国英雄 所以越南人就是只要听政府的 然后只要把事情就是政府把事情摆平 就应该没事了 对 现在最我就顾虑很多 就记者朋友们帮我写更多的报导 是关于这件事情 然后希望政府赶快出面 对 不要太久 当然是要越南政府准了之后呢 海伦青桃呼吁越南的媒体报导内容 才可能见得了报 才见得了光好 那显然眼前还是在 越南政府的控制之下 所以说呢 接下来的发展518到底有还是没有 那我们不知道我们国安单位 未来会要怎么去掌握这个勤资 但重点是现在呢 平阳非常惨 台商最多在这里 那单一个别厂商最惨的 叫做台数集团在合进 合进这个大钢厂不得了 投资有100亿美金之多 但现在怎么办呢 所以林委员 台商损失很大 不管是大厂还是小厂 特别是很多的是 中小企业到越南去做投资 那么大厂不是达到吗 小厂会不会这样 一身的心血就全部回 那怎么办 早上我从高雄搭高铁上台北 来开会的时候 刚好碰到中钢集团的一个主要干部 那台硕集团在越南合进的炼钢厂 就刚好有跟中钢有某种程度的合作 对 他跟我说他就比较怕的是中越的这个劳工 我说为什么会这样 他跟我分析 我想刘会长在这边如果我讲的不足的话你再补充 他说中越是比较贫穷的地方 南越相对比较负数 因为整个南越是因为台商去的很早 把他们整个经济各方面都比较好 带起来 他说中越啊 第一个相对贫穷 第二个民风飙悍 第三个经济所得比较低 所以在中越只要出状况 那个出手的状况可能就比较难以控制住 所以现在听到比较有严重的伤亡的地方里面 可能就是在中越这边 那这个东西是我们比较担忧 早上我也透过管道 跟相关的单位来反映这些事情 但台硕 台硕我看今天的媒体的反映是说他们已经跟 台硕是一个也很有实力的一个企业集团 他们已经透过他们自己公司的关系 也跟越南政府已经取得相关的包括公安 包括保全 包括军人 已经在门口已经大概初步上的那个冲击 已经在危险管控当中 那这里面就是说 我是觉得说政府在这些事情的处理过程里面 我觉得应该站在人民的角度 马政府让我们比较担忧 就是说 常常看一些冷冰冰的数据 可能多少人跟我们联系啦 机位够不够啊 他没有感受到 当大家在惊恐失措当中里面 最迫切在第一秒钟 希望说我看到政府的人员来协助我的时候 你政府在哪里 我早上有问亚太师的师长 我说14号回来 大概多少的台商跟他的眷属分行 他大概跟我说 大概运输了2000人左右 那2000人的机位里面 我说那是不是有很多的旅行团的团位赞助呢 他说大概只有一团 一团大概就二三四个人 那也就是说这里面2000个人里面 扣掉这个团体的旅游团里面 大概1900多个就是赏票 就个体户赏票就回来了 那我跟他讲 请问他一个事情 我说那跟你们外交部 我们台商跟你外交部 来寻求你协助 你掌握的资料大概有多少 他说到目前为止 只有掌握到800多个人 跟我们外交部的胡志明市代表处 有做任何的联系 那这就是让我很讶异的地方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里面 你完全无法掌握到台商会 掌握到整个我们台侨 跟他眷属里面所有的状况 这是我比较担忧的地方 那第二个就是刚刚国族 跟很多的来宾讲 人手不足 人手不足里面 你可以从河内调过来 你可以从哪里 从外交部 像东南亚班师处里面调过去 甚至从台湾调过去 都应该需要 这东西里面就是 当我们的侨民 跟我们的侨民的眷属里面 有需要我们政府 在第一时间站在他身边 给他温暖的时候 要让他看到我们 中华民国的政府的官员 好 有没有看到呢 现在次长夏萍 不是当过驻新加坡的代表吗 新加坡有没有人来帮忙 我们不晓得 那旁边还有周边国家 有没有人立刻给帮忙 菲律宾啊 印尼啊 等等 不晓得 所以可见得将近2000人自己回来 但是呢 外交部只掌握到800人 这是刚才林郭正委员 给我们的数字 我们的政府掌握的数字能力 真实状况还真是差呢 待会儿回来